淡水屯山社区在过去三年来 每个星期四都会由社区志工 与在地长者举办老人共餐活动 不过从去年九月份开始 有来自淡水深月汉科技大学的学生加入 不只是给长者快乐 在活动中透过包肉粽等传统实作 也让学生学到了不少 淡水屯山社区在过去三年以来 每个星期四都会由社区志工 与在地长者举办老人共餐活动 不过从去年九月份开始 由淡水深月汉科技大学向教育部的青年华展署 申请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学习创新方案 与屯山社区共餐活动合作 每到共餐时刻 学校就会带着老师与学生 来到社区一起与长者举办活动 而社区理事长郭立青表示 有学生的加入不只是带给长者快乐 在活动中透过包肉粽等传统实作 也让学生学到不少事物 那这一次我们可以说 就是在一个互动 我们的活动当中不只共餐 我们还要共学还有运动 那我们在活动当中呢 就是说我们有做了一些包子 馒头或者是粽子 因为现在年轻人 最近对这种传统的文化 他们都没有一个经验 所以说在传承方面 就是说跟老人的互动 他们也学习到很多 我们老人也在年轻人身上 得到很多快乐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学生 学校的同学的力量 或者是老师的一些专业的能力 然后能够带动我们屯山社区的一个发展 那初步的规划是这一学期 我们大概从跟长者的陪伴开始 所以我们大概是每个礼拜四的早上 能够安排学生来这边跟长者有一些的互动 圣约翰科技大学表是从这个学期 与屯山社区合作以来 许多学生都很愿意加入这样的活动 并且在学期结束后将会与社区合作三年 不但可以解决社区资源不足的问题 也让学生与长者的互动更加紧密 而在社区成果展的现场 不少市议员都到场参与活动 场面是非常热闹 那有了圣约翰这些志工的配合呢 整个年轻世代的加入呢 其实让我们整个屯山社区充满着活力 那老人家借由跟这些大学生的互动呢 我想他们也可以一起来运动 然后一起来唱歌 而且也有圣约翰科技大学的一个协助 来关心我们屯山里的一些长辈 让他们开心让他们快乐 非常棒的一个活动空间 因为有这么好的一个场所 那我们的理事长啊 我们的理长也都非常的认真用心 我想对这些老人很照顾 所以啊 每一年老人公众都扮得很好 还有圣约翰的一些学生来到三天 还有一些志工 社区现在立到不思议 都扮得很好 我怕在这边来加油 来这儿看这些老黑了 我们圣约翰大学来合作 那我们圣约翰大学的这些大学生 每个礼拜四都会来我们社区 来教我们老人家的相关的课程 那有的是韵律的课程 那有的是知识的课程 让我们老人家生活非常丰富 然后也学习到很多 大学生弹着吉他 唱出动人的歌声 虽然长者人数不多 但是社区说 不论有多少人来参加 都是如期举办活动 其实屯三社区在每一次举办共餐 都是由长者与社区志工 一起来经营 而这次有学校的加入 不只是带进更多的资源 还有老师来教长者运动等课程 让屯三社区增添不少生气 记者是团义淡水采访报道